現在這個天氣還會適合黃豆、涼瓜、燉鮮包 我們的材料有炒水的涼瓜兩條 退屈紅棗幾隻 以及這一塊淡淡薄荷香的冬甲二紅皮 還有在六部趁去買的山薑皮兩塊 瘦肉500克 以及上好的土雞半隻 當然還有尼滿我們本地的黃豆250克 我們首先將灼好水的瘦肉 以及苦瓜全盤冷放入燉中 隨即加入清洗乾淨的本地黃豆 還有我們的主角鮮鮑魚仔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沒什麼所謂 為了提升這個湯的鮮味 我們加入適當的瑤柱乾 配合紅棗 主要調節一下苦瓜的苦味 再加入薑皮兩塊 還有這一塊薄荷香的老陳皮 還有土雞半隻 我們所需的材料全白冷放進去 隨即加入山泉水 至於量是多少呢 就要看你的人數了 這個湯呢 無需燉太多的 兩至三小時 即可了 到一個人 吃就一圍桌 至於這個湯好不好味 看視頻後面已經看到了 老闆 器 沒有出現